爸爸今天出门的时候 给我留了一杯草莓味的牛奶 让我给他做牛奶冰块 我爸爸今天出门的时候 也给我留了一杯牛奶 就要让我给他做南美味的冰块 我要给爸爸做草莓味的冰块了 把牛奶慢慢的倒进魔剧里面 要慢慢倒 这样才不会倒出来 冰块就会做得特别好看 这样爸爸吃下去就会特别开心 好了 马上就做完成了 OK啦 你看 还剩这么多牛奶 我不能浪费 我把它喝完 喵喵喵喵喵 哇 喝完了 哎 奥特曼都把牛奶喝完了 我也把它喝吧 没没没没 糟糕 我把牛奶都喝完了 那什么做冰块呀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呀 不然 爸爸 爸爸就要打我的 哎 有了 有了 我这买了我最爱玩的黏土 我把它放在里面 这样爸爸是看不出来的 对 就这样 我小怪兽可真聪明呀 放进去 放进一块 再放一块 你看 这还有 这里放一点 哈哈 放满了 是不是和冰块一模一样了 孩子们 回来了 哇 小鸟们 你给爸爸做冰块做得真好 来 爸爸奖励你一把武器 哇 谢谢爸爸 哎 小怪兽 你给我做的颜色怎么不对呀 你买的蓝莓味的牛奶吗 怎么就算是黄色的呀 这个 我也不知道呀 我看看 好啊 这个就不是我给你拿喝牛奶 我闻一下 这居然是黏土 看回去怎么收拾你 苹果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能学习小贵生那样哦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就点击小微信和关注吧 这天 怪兽问加古拉 加古拉 你今天怎么没有 给我带好吃的食物来呢 不知道我现在肚子很饿吗 加古拉说 怪兽大哥是这样的 今天出门的时候 刚好遇见了奥特曼 所以才没有办法给你带来食物 怪兽生气的说 我不管 我现在很饿 如果你等会儿不给我带来食物 看我怎样收拾你 加古拉害怕的说 别别别别别怪兽大哥 我马上出去给你找食物 加古拉走在大街上 看见路边有蛋糕 面包 高兴的说 哎 今天运气真好啊 刚来就找到食物了 不会被怪兽大哥收拾了 于是加古拉准备去拿食物 刚好被路过的奥特曼看见了 他说 加古拉早上刚制止你出来干坏事 现在怎么又来干坏事了 赶紧给我住手 加古拉说 怎么又是你啊 别以为我早上看见你怕你了 我那时赶着去见我怪兽大哥 你再妨碍我 我要收拾你 奥特曼说 说得像我怕你一样 看我怎么收拾你 能量光波 加古拉被打败的生气的说 我只是没有吃到午饭 才打不过你 奥特曼 我看你刚刚消耗了能量 我这就叫我怪兽大哥过来帮我 奥特曼说 就算我消耗一点能量 你怪兽大哥也不敢来见我 不过屏幕前面的小朋友们 为了保护镇上的大家 我还是需要你们的帮助 快发送小呼吸给我补充能量吧 这样我就一定能打败他们 孩子们 你们要和爸爸去打怪兽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爸爸爸爸 我还没准备好呢 你看 我的武器不见了 真的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 没有武器 明天没法打怪兽呀 好吃好吃 好好吃啊 小狗 你嘴巴里面是什么呀 你看 我嘴里吃的可是彩虹糖 你要吃吗 原来是彩虹糖呀 不吃不吃 谢谢吧 好吃真好吃 太好吃了 我要回家咯 大鳄鱼 把你嘴巴打开看看 你吃的是什么呀 你看 我吃的是最好吃的彩虹糖哦 你要吃吗 我不吃了 谢谢你大鳄鱼 你快走吧 走了走了 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这是我儿子的武器 你快还给我 那可不行 这是我捡的 给了你们我怎么玩呀 你给我站住 你要是不还给我 行不行我打你呀 哼 就你 奥特曼 你能有什么本事呀 好啊 那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我打打打 快还给我还给我 再打再打 我踩踩踩 还给我还给我 哎呀别打 别打 还给你还不行吗 还给你还给你 你能原谅我吗 哼原谅你 那我要问小朋友们的意见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要原谅鲨鱼吗 快点进小红星和关注 评论告诉我吧 这些奥特曼太厉害了 我打不过他们 我得想一个办法 把他们都抓起来 这样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人管我了 哎有了 最近说最近迪迦不在家 我变成迪迦 混进他们里面 贝利亚变成了迪迦 迪迦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还要好久才能回来吗 嗯我事情办完了 就回来了 那你事情办的咋样啊 都解决了 好了我要去休息了 迪迦今天怎么怪怪的 难道是太累了 算了一会再仔细问问他 我去买点好吃的回来 泰罗买了吃的回来 又在门口遇到迪迦 迪迦你什么时候出去了 你不是休息去了吗 泰罗你说有什么意思 我不是刚刚从外面回来吗 我刚刚才把奥特曼王国的边境检查完 快要累死我了 这几天我可要好好休息休息 嗯可是我刚刚见到那个人是谁 我刚刚看到你回来了 你说你要去休息会 我就出去买东西了 难道那个人不是你 肯定是有人冒充我 我才是真正的迪迦 可是我怎么知道 你们两个谁是真正的迪迦 万一你是假的呢 泰罗我才是真正的迪迦 小朋友们 你们认为谁才是真正的迪迦 赶快评论告诉我们吧 我们一起把假的迪迦给揪出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 乔治的梦 这一天 教室里赛文老师站在上课 突然 贝曼斯坎出现在教室 哼 赛文奥特曼 今天我要把你们全部抓走 说完贝曼斯坎在爪子上聚集能量 赛文老师大叫着 同学们 你们赶紧走 这里就交给我 同学们吓得坐在椅子上不敢动 好好好 就凭你 赛文 也想拦住我 不可能 就在这危险的时刻 小乔治站了出来 哇 他变身成了黑暗贝利亚 哼 贝曼斯坎 你看看 我是谁 你怎么敢出现在我的教室里 贝曼斯坎一看 啊 怎么是您 伟大的贝利亚大人 小的知错了 小的这就离开 对不起了 大人 贝曼斯坎消失了 赛文老师连忙的说 伟大的贝利亚大人 今天多亏了您 我们的教室才能保住 谢谢您 贝利亚哈哈的大笑着 小乔治趴在桌子上 哈哈的大笑 赛文老师还在讲着课 哇哦 原来这是小乔治做的梦呀 同学们 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修辞手法 我来举个例子 我是一个好老师 请问这句话是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呢 护理弗雷迪说 我知道 是比喻 坐在前排的瑞贝卡说道 不是 这是粉刺 旁边的佩罗德反驳道 瑞贝卡 你说错了 这明明是夸张的手法 赛文老师感到很无语 他突然看见趴在桌子上睡觉 还哈哈大笑的小乔治 乔治 别睡了 你起来说一说 小乔治也被惊醒了 啊 原来伟大的贝利亚大人是一个梦呀 弗雷迪告诉了他老师这个问题 嗯 老师 这个问题我会 好 你说吧 是凡语 赛文老师终于受不了了 被他们气晕了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们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布丁姐姐 今天讲的是怪兽争夺地盘 贝蒙斯坦和帝国新人相约来到地球 他们在一起商量着怎样分配地盘 贝蒙斯坦想要这片城区 帝国新人也想占有这片城区 两人互不相让 于是贝蒙斯坦和帝国新人就在街道里打了起来 贝蒙斯坦从嘴里喷出火焰 攻击帝国新人 火焰喷射在帝国新人身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帝国新人很得意 哈哈哈哈 你就这点本事 哼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他用能量波攻击贝蒙斯坦 贝蒙斯坦承受不住强大的能量波 被击倒在地 这时正在巡逻的塞文奥特曼 感受到了城市中有能量波动 他光速来到城市的街道 塞文奥特曼发现了嚣张的帝国新人 于是直接冲了上去 和帝国新人扭打在一起 贝蒙斯坦躺在地上 他看着帝国新人和塞文奥特曼打斗 这时帝国新人用能量波攻击塞文奥特曼 塞文奥特曼左闪右躲 全都躲开了 塞文奥特曼聚集能量 发出奥特射线缓击 帝国新人被击中 后退了几步 帝国新人知道不是塞文奥特曼的对手 于是狼狈地逃走了 贝蒙斯坦见事情不妙 在地上继续装死 他准备等塞文奥特曼走了以后再起来 谁知塞文奥特曼发现了他 走过去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贝蒙斯坦赶紧站起来 飞快地逃走了 好了 小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关注我们哟 欧布哥哥 妈妈不是跟我们说过吗 我们还小 不能吃那么的金碧糖 你的金碧糖怎么只有三个了呀 等我们长大了才可以吃那么多 小迪家 我和你不一样 你就是个小不点 你就是个胆小鬼 我欧布奥特曼已经长大了 我妈妈说了 我已经可以吃巧克力了 哼 我不仅要吃完 我还要当着你的面 把三个巧克力通通给吃完 你看 我现在把这个巧克力包装给撕开 全都把它吃掉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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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吃掉了一个吧 再来一个 又把包装子撕开 然后呀 再吃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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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你看 我又吃掉了一个 谁让你管着我 我就全都把它们吃掉 还有一个 继续吃掉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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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哇 全都把它们吃掉了 好美味呀 太好吃了 欧布哥哥 就算你长大了 你也不能吃这么多巧克力呀 你吃这么多会长猪牙的 哼 我才不听你的鬼话呢 谁说吃巧克力会长猪牙呀 我怎么没有感觉呢 我怎么没有感觉特别痛呢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我的牙齿特别特别舒服 哎呀 哎呀 不对不对 我的牙齿怎么这么痛呀 哎 不对不对 哎呀 好疼呀 好疼呀 怎么这么痛呀 哎呀 不行了 不行了 好疼呀 好疼呀 欧布哥哥 你不信吗 巧克力吃多了 真的会牙疼呢 欧布哥哥 走吧 我带你去医院吧 小朋友们 你们可要记住了 巧克力要小吃 不然会长猪牙 会很痛的哦 喜欢的话就点个小游戏和关注 评论吧 小偶头妈 你的头子是怎么了呀 妈妈 这是我玩的时候摔的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 哎呀 我们家的小偶头妈还小 来 妈妈给你包扎一下 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来 给你个棒棒糖 拿着去玩吧 哇 谢谢妈妈 我走了 这位小偶头妈 你这是怎么了呀 妈妈 我也是玩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哎 那妈妈来帮你包扎一下吧 好了 包扎好了 咱们家的小偶头妈还小 长大了就没事了 来 奖励一根棒棒糖 拿去吃吧 谢谢妈妈 我要拿着我的棒棒糖 去玩咯 这位小偶头妈 你怎么了 妈妈 我 我没事 我就是想吃零食 好 妈妈给你拿 来 妈妈给你拿了一块蛋糕 去吃吧 嘿嘿 谢谢妈妈 奥头妈 爸爸 你这是怎么了呀 我 我 我玩的时候 磕着了 哎 你都多大了 还跟小孩似的 赶紧回去给我跪搓一碗去 怎么 怎么到我这儿就这个待遇了 小朋友们 你们的爸爸是不是一样的孩子气呢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就点击小红星和关注 爸爸和妈妈吵架 就离家出走了 三天了都还没回来 爸爸 你快回来吧 我好想你呀 你看 我正把你的图片给涂上颜色呢 你看 我把你画得非常非常帅 你就回来吧 我真的好想你呀 儿子 儿子 爸爸回来了 啊 太好了 爸爸 你终于回来了 儿子 儿子 回来了 嗯 怎么又回来一个爸爸呀 儿子 儿子 嗯 怎么一下子就来了三个爸爸呀 这可怎么卖呀 哎 有了 我的爸爸最爱吃妈妈 做的烤肠了 我来测试测试吧 他哪一个也是我真正的爸爸 爸爸 这是你最爱吃的饼馆 我送给你 爸爸 这是你最爱吃的烤肠 我送给你 爸爸这是你最爱吃的花生 送给你 哇 我真的特别喜欢吃饼干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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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欢吃烤肠 我要吃花生 我最喜欢吃花生了 李嘉 你怎么不记得呀 爸爸最喜欢吃的就是烤肠呀 都是妈妈经常给我们做吃呀 哦 聪明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哪一个是真正我的爸爸吗 你们看出来了吗 赶快点点点小微信和关注告诉我吧 一定要记得点关注哦 要不然我是看不到你们的哦 小怪兽 今天是你的生日 这个呀 是爸爸给你准备的蛋糕 你喜不喜欢呀 爸爸我很喜欢谢谢你 可是爸爸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过生日 都有好朋友来庆祝 我过生日 一个好朋友都没有来呢 宝贝 别伤心了 都怪爸爸以前做了好多的坏事 现在爸爸已经知道错了 你在家待着 我去把你的那些好朋友 全都给你请过来 奥特曼 小植物 今天是小怪兽的生日 你们愿意去趁加他的生日会吗 我的妈妈说了 你是坏人 不让我们去你家 就是就是 我妈妈也给我说了 不让我和小怪兽一起玩 以前呢 是我做了太多的坏事 但是 我现在做爸爸了 我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我希望你们能参加 小怪兽的生日会 我不想让小怪兽上心 拜托你们了 虽然你以前做坏事 但是小怪兽的有啊 所以 我还是愿意 去给小怪兽庆祝生日的 既然奥特曼哥哥都这样说了 我也愿意去 小怪兽 你看 这些都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你喜欢吗 哇 你们都来参加我的生日会了 我好开心啊 谢谢你们 小植物 奥特曼 谢谢你们来参加小怪兽的生日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做坏事 希望能原谅我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该原谅怪兽吗 快点击小微信和关注告诉我吧